嗨,大家好! 在上一支影片裡面我們介紹了 怎麼把物件替換成 Twinmotion 的樹 那在這支影片裡面呢 我們會進一步的教大家 怎麼把這些物件替換成車子的元件 那首先我們先來做做看 如果你用一樣的方法的話 那把樹有沒有辦法直接換成車子的元件 所以首先我們可以先按Ctrl Z 退回上一步 好,那接著呢 我們再用一樣的方法 先把所有的物件全部選起來 然後一樣按下右鍵 選擇 Replace Object 那接著呢 我們剛剛用的是樹 那我們這次把它替換成車子 所以我們來找到下面的 Vehicle 然後選擇 Car 那我們先隨便拉兩種不同的車子 然後呢我們一樣把 Transform 按 Off 關掉 然後接著按 Star Replacement 好,那我們稍微拉近看一下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發現 雖然車子有被順利的替換掉 但是車子的方向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 那如果我們想要讓它沿著線的方向來移動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再做一些特別的處理 所以接著我們就會教大家怎麼來做這個額外的處理 我們可以先按Ctrl Z 退回上一步 接著呢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我們 Grace Hopper 最後程式長的樣子 好,那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切分曲線 以及定義 Block 還有最後插入 Blocker 這邊都跟前一支程式是一樣的 那我們多的部分呢就是多了這邊 Gate Orientation 那也就是我們要去找出每個物件它的方向 然後去對它做旋轉 然後呢,以及最後這邊就是 嗯,我們發現說 在 Twinmotion 裡面 它的內建的單位應該是inch 所以呢,如果我們這邊使用的是公分的話 那我們要做一個單位轉換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再給它一個 Scale 來放大我們的物件 那你這樣最後放下去的車子大小才會是正常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回到 Rhino裡面 那我們這邊呢,還是用剛剛一樣的檔案來使用 那只是呢,我們等一下 Grace Hopper 的部分會再重新做一次 然後讓大家熟悉這個作業 所以我們一樣打開 Grace Hopper 然後一樣我們調整一下視窗的大小 好 那接著我們就重複剛剛一樣的動作 首先先拉一個 Curve 然後我們來把 Rhino裡面的曲線全部選起來 按右鍵 Set Multiple Curve 好,那這樣我們就可以讀到 Rhino這邊的所有的曲線 接著我們搜尋 Divide Length 接著我們搜尋 Divide Length 好,然後把我們曲線接上來 那接著呢,我們的分割間隔呢,先設定 800 好,那這樣就會得到我們的所有的點位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定義我們的 Block 那在這一次呢,我們在上一個範例裡面 是使用 Cone,就是圓錐來當作我們的 Block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呢,我們用一個有方向性的 長方體當作我們的這個 Block 所以呢,我們可以直接搜尋 Domain Box 好,然後我們可以先到3D來看一下 這個Box 我們可以對它按右鍵按Zoom來看一下 好,那目前這個Box呢,一樣非常的小 所以我們可以先稍微把它放大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使用 Scale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Box先接到G上面 然後呢,我們的放大的倍率呢 先用15倍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一個大小比較適中的這個長方體 好,那接著呢,我們就可以來 一樣到Elephron的這個葉籤底下 我們來找到 Block 來做 Define Block 來訂一個新的 Block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放大過的長方體接到G上面 那一樣我們必須要給它一個名稱 那我們這個把它叫做 Block02 好,那我們鍵完之後呢,可以先對它做 Bake 按右鍵 Bake 按右鍵 Bake 好,那我們確定產生了一個這樣的長方體的Block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先把它刪除掉 好,那接著呢,我們當然是可以來 Insert Block 所以一樣找到 Insert 那N呢,就是名稱 名稱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 Block02 把它接過來 那P呢,我們先照剛剛的接法 把我們剛剛分割完的點接過來 然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畫面稍微縮放一下 好,那你會看到我們的長方體現在目前是沒有方向性的 那我們等一下希望呢,讓它是沿著我們的方向來移動 所以呢,首先我們要先來看一下我們線的方向是什麼 那我們在剛剛這個Divided Lens裡面呢 其實已經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Output大T 大T其實就是它的切線方向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節點叫做 Vector Display 可以搜尋Vector Display 可以 好,那 在Vector Display裡面呢 A代表的是 Anchor 也就是你要告訴它我們的 這個向量的起點是在哪邊 那起點當然就是我們的分割點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P接上來 那V呢,就是它的向量的 就是向量的那個值 所以就是我們的切線向量把它接過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每個點跟它的向量的位置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就會希望我們的 例如說像這個長方體 它就會沿著這個方向去放置 所以原本的X軸在這個方向 我們希望把X軸旋轉到這個方向來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先在 每個點的這個位置呢 放一個XY平面 所以呢,我們可以搜尋XY平面 好,那因為我在每個點上面都要放置這個XY平面 好,那因為我在每個點上面都要放置這個XY平面 所以呢,我必須把剛剛這個點給接上來 好,所以你會看到這邊每個點上面都放置了一個XY平面 那接著呢,我們要來旋轉我們的XY平面 所以首先你要算出 這邊跟這邊的夾角有多少 好,那所以呢,我們可以利用一個節點 叫做 Tupolar Tupolar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把它轉換成極坐標的概念 那極坐標的概念其實就是 半徑,然後跟它的角度 所以呢,我們的P呢 實際上就是 你的這個點 如果以00為中心的話 那如果你給它一個點 那我就可以算出 它的夾角 就是它的Phi Lita 然後跟它的R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就是這個Phi 好,所以我們使用上也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 剛剛的這個切線項量 接到我們的P上面 那這邊算出來的P呢 其實就是 我要旋轉的角度 所以呢 我只要這邊 再接一個Rotate 去旋轉我的XY平面 那理論上它就會轉到你要的位置 所以呢 我們來搜尋Rotate 好,那我們要旋轉的主體呢 就是我們的XY平面 所以把它接過來 那A呢就是你的旋轉角 那在Grace Harper裡面呢 我們其實都是用Radium當作旋轉的角度的單位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Phi 接上來 好 那接上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把原始的 這個 把它 Preview Off 那我們來放大看一下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呢 位置目前是錯的 那因為我們的旋轉中心沒有定義好 所以呢 我們必須告訴它我們的旋轉中心 那旋轉中心呢 其實就是依照我們剛剛的這個Plan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接上來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每一個方向就會是對的了 所以 這邊紅色的就是X方向 這個是Y方向 那我們來檢查一下 是不是每個都正確 好 那我們可以先把這個Vector Display 先把它關掉 這樣就不會干擾我們的視野 那接著呢 我們當然就再把我們旋轉過後的這個 軸向呢 丟給我們這個Insert Block 把它接過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長方體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長方體的方向就正確了 它就會沿著我們切線方向去做旋轉 好 那最後呢 還要再多做一個步驟 就是 在影片的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我們單位需要做一些轉換 那因為我們目前使用的單位是公分 那只是在TrimMotion裡面 它內建的單位是使用英寸 所以呢 我們要稍微做一個2.54的轉換 所以呢 我們透過一個Scale 那把我們要放大的這個BlockInstance接過來 那每個物件的放大中心點呢 當然就是我長方體自己的中心點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分割的這個點位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接過來 好 那倍率呢 就是 2.54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打2.54 把它接到F上面 好 那現在這邊呢 每一個BlockInstance就被放大了 好 那 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 我們放大過後的 這些物件呢 按右鍵把它back出來 好 那我們Gresthopper的部分到這邊就結束 那我們就可以回到Ryno這邊來 那我們可以先把我們的預覽先關掉 好 然後Gresthopper縮小 把這邊放大 好 那 我們要選的呢 就是剛剛的這些每個長方體 所以一樣我們使用SelectBlock SelectBlock 好 把所有長方體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File ExportSelectBlock 那一樣我們要匯出的是 SKP檔 好 那我們用一樣的名稱 我們把它覆蓋掉 所以我們就按存檔 按OK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TwinMotion裡面 好 那因為在剛剛呢 我們其實已經把這個檔案匯入了 那只是這個檔案又更新了 所以呢 我們可以不用再重新匯入一次 我們只要去更新它就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 然後 在我們剛剛匯入的這個Test.skp上面 這邊就有一個更新 我們點它一下 好 那它就會匯入一個新的檔案進來 那我們一樣稍微縮放一下畫面 那接著我們要做的動作呢 其實跟剛剛一樣 我們把這邊的每一個物件 先全部選起來 接著呢 我們按右鍵 然後一樣找到Replace object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選取 我們想要取代的車 那我們多選幾個不一樣的 房車 SUV 好 那一樣這邊也選了四種不一樣的車型 那跟剛剛替換成束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我們這邊 就要把Transform給打開 所以這個Transform 記得設定為On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 Star Replacement 所以我們可以點一下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替代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先來放大 來看一下我們的車子 好 那現在車子呢 有稍微浮在這個 空中一點點 那我們可以先稍微 移動一下這整個 畫面 好 然後再放掉 那這時候呢 它應該就會在我們的地面上 好 那為了確定我們的比例是正確的呢 我們一樣放個人來進行這個 比例詞的比較 所以我們可以去找到character 然後來隨便放個人 一樣我們來找這個人來使用 我們就放在車子的旁邊 都放幾個 好 那看起來這個比例也都是正確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一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